他现在这部里面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把前面雷神的 所有完成的这个人设 基本上全部都推翻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 逗逼的雷神身上 看不到他之前 所有失去过的那些痛苦 以及那些成长的过程 全部都没有 您现在正在收听 南半球最火的 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 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 这是我们的251期 对 我们已经过250了 上周因为是个特别节目 然后没有拿这东西说事 是吧 因为有嘉宾在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一路这么走过来 250期了已经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 在500期的时候 见面的时候 那个就是两个250了 是吧 今天我们要说的 这个电影呢 就是一250的电影 哈哈哈哈 雷神寺爱与雷霆 Thor Love and Thunder 这片子呢 其实应该是我们很多朋友 在2022年比较期待的一个片子 但是很遗憾呢 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国内电影院 整个这个大体环境的话 这片子现在也没有在大陆播放了 所以说很多呢 这个群里面的朋友和在我那个微信 或者是平台留言区的朋友呢 其实都直接就表明了态度 就是希望能够 让我们再看完这个片子 再聊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就是躺开的说 因为反正也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内 在电影院里面看这个片子了 不如干脆就是听了个过瘾 对 其实之前的话 几个电影我们都是分剧透和不剧透的 就是把节目分成两个part来说 但是实在太累了 而且就是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漫威的电影 反正不管什么电影都进不来了 你不管他就是有人说有问题 还是有人说没问题 反正现在就雷神这种电影都进不来 那以后是肯定都进不来了 所以现在不管了 就敞开说了 而且现在这个片子枪板已经在网上有了 所以真的要看的朋友 也可以第一时间已经看枪板了 对 而且我们以前在聊片子的时候呢 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心里面会有这个顾忌 因为虽然说 我们其实在讨论电影里面的细节啊什么的 但如果要是有比较大的核心转折的话 我们还是有意识的去避免 就是过度讨论这些东西 而且这部电影其实跟之前的小蜘蛛啊 或者是那个望达群子稷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这里面没有很多就是可能是特殊人物的出现什么的 给大家很多这种惊喜之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剧透的 剧情其实就是你看预告片基本上就知道剧情了 所以没有什么剧透不剧透的 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最早的话是在去年的11月份要上的 但是后来的话 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在往后面推 然后推到了今年的2月 然后从2月的话又拖到了5月 然后现在的话是在今年的7月份 也就是这一周刚刚在国外上映的 这个片子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它如果是在11月份上映的话 去年10月份按照他们计划上映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应该赶这个圣诞节这个季节 那么这个片子呢在那个时候作为它本身一个定位呢 其实就是一个搞笑动作喜剧 MCU里面的动作喜剧的这么一个定位 那么在圣诞节左右的时间应该是非常非常讨喜的 我觉得它票房应该比现在的这个表现还要好 当然了去年11月份的时候疫情的冲击 所以说条件和情况不一样 这个片子呢在我们澳洲呢 是6月7号就是本周周三上映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因为澳洲呢一般来说是周四上映电影 那么周三上映电影就给这个片子 增加了一天的时间 在首周末增加了一天的时间 这个并不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 在美国呢它是8号上映 就是按日历来说应该是昨天了上映 那么片子呢时长是一小时59分钟 漫威的片子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一定要等到最后一秒钟 才能离开电影院对吧 但是这个打分呢就是比较奇怪了 因为刚上映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大家都是比较期待这个片子 可能是对这个片子反应该比较有热情 但这个片子感觉好像上来了之后呢 就不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风评 很多影评人士看完之后都感觉好像 就是这么个态度 那么这么长时间呢 我看了一下就是 IMDB上面的评分是7.2分 烂番茄上的评分呢就变化比较大 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也是70%多吧 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天里面 它就不停的一点一点的在向下滑 昨天我在做笔记的时候 它是69% 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了 变成67%了 雷神感觉好像这个片子不太 hold得住了 老张你有没有这感觉 对如果你跟之前的雷神电影 去比较一下的话 上一部雷神 雷神3 影评人评分是93% 然后雷神2也是就是MCU里面 可能是最差的那几部里面的之一了 那部片子的话是66%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这部片子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再下去的话 影评人评分再出来一点的话 有可能会比雷神2还要分数差 这个是挺 对这部电影的宣传来说 其实是挺反面的 而且就是从一个总体口碑来说 很多人去看了以后 也对这部片子意见是挺大的 那么第一部雷神的话 是77% 影评人评分 所以现在这部的话 真的口碑不是很好 那么我觉得 大家对雷神这部电影 可能有很多的不满意 一大部分是原因 也是因为现在我们 就是看MCU的片子看多了 可能不会以 就像漫威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那么宽容的去对于一些 比较一般的电影 比如像蚁人一这样的电影的话 其实很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精彩的东西 其实 但是它的分数不会特别低 但是现在在第四阶段 我们再看到这样中规中矩的电影的话 可能分数就会拉得比较低 第二点是我是觉得 就是第四阶段 目前来说 作品实在太多了 就是你把这些电视剧和电影 全部归在一起的话 这一部雷神三 其实已经是第13部 在这个第四阶段的作品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就是第四阶段 你现在看了13个作品 你都摸不到头 这个第四阶段要怎么样去结束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 会不会有一个复联的电影 去结束这个阶段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的话 每一个阶段 都是有一部复联的电影出来 才是那个阶段的一个结束 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是完全是看不到一个未来 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13部作品了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未来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 会心里特别没有底 我觉得你提这个事情 其实是挺重要 就是说 现在确实存在一个 漫威MCU的一个审美疲劳问题 就是你说是13个作品 而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加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要是单独 就是说电影的话 在过去的365天 就是过去的这一年12个月里面 这也已经是第六部漫威的电影了 进电影院的电影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现在确实是存在一个 MCU过度曝光的问题 国内的朋友就在问 有六部电影进电影院吗 我们一部都没看到 但是我觉得 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对雷神这部片子 有一点 怎么说有一点信心 或者是有一点期待 因为首先它是泰克瓦Titi拍的 第二部雷神作品 我们知道泰克瓦Titi 他是作为一个现在MCU里面 比较红的这么一个红人 他的雷神3 基本上是拯救了雷神这么个角色 本来锤哥这个人 就是在演雷神这个人物的时候 都已经演得很烦 可能就不想他继续演的 觉得在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 自己得不到很多满足感和乐趣 那么泰克瓦Titi在雷神3里面 把整个电影的节奏改变了一下 引用了新音乐 引用了各种各样的色彩 然后各种各样的段子的使用方法 就是把这个片子 突然之间节奏变快变明朗 变成了他喜欢的片子 那么就是说他继续做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雷神 其实仍然是按照他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 非常非常喜欢雷神3 那之后对这个雷神4 当然就会有一些期待 另外一个就是说 雷神现在作为一个人物来讲的话 他也是属于第一波MCU 最开始复联成员 就是那六个人里面 他是唯一一个还在出电影的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 自己一个人有四部电影的 所以说现在 如果你要是看雷神这个人物的话 他在现在这个MCU这个阶段上面 也算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地位 就觉得好像是 他应该是把火炬传递下去的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子呢 就是反正我们晚上也会讨论了 就是这个片子 现在感觉好像是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力度 其实如果你看Chris Williams 这个雷神这个演员 除了MCU以外的话 他的片子其实评分都不是特别的高 不管是从哪个阶段 最早的那个阶段的话 我们可能看的是那个白雪公主外传 是吧 那个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 他是演那个猎人的 那部片子只有49分 然后和汤维一块演了一部黑帽子 32分也是特别低的 那么到《终局之战》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是那个黑衣人 Main in Black International 23分 然后他自己拍了一部Extraction 在那个网飞上面的 那部片子的话也是67分 跟今天我们说的这部雷神 其实分数是差不多的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最近看了他另外一部电影 叫蜘蛛头Spiderhead 是跟那个阿汤哥开飞机里面的 那个Miles Taylor一块演的 那部片子的话 在烂番茄上分数 也只有40% 然后观众评分更低 只有30% 是特别烂的一部分数 所以其实雷神 除了这个MCU的宇宙之外的话 他个人的魅力 是很难去拯救一部片子的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 这个雷神这部片子的话 其实我基本上看下来的话 这部片子 基本上还是雷神 他自己靠自己的魅力 在支撑在那边 如果不是这一点的话 这部片子 现在的烂番茄分数会更低 可能只有50%左右 然后就是这部片子可能是 目前来说 在第四阶段所有电影里面 我是觉得最失望的一部电影 我不是说它是最差的一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是最失望的一部电影 因为其他几部电影 不管是梁朝伟和石环 其他正派的名字 我们不敢说 怕平台有意见 还有万达寻子记 另外那个名字我们也不能说 但这些电影的话 不管怎么样的话 你其实在里面 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导演风格在那边 而这些导演风格 是我们之前在MCU宇宙中 没有接受过的 包括赵导的永什么族 是吧 也是同样的 其实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宏大的 它这个世界观是非常宏大的 其实我是挺欣赏这几部电影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雷神4 它的风格 我们在MCU里面已经是接触过的 而且是在之前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 是吧 我们前面那个烂番茄上也说了 是90分以上的 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部的话是非常拉垮的 它没有把上一部好的东西给放大 而是把上一部里面无厘头的东西 无限的放大了 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做的最差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说 那上一部那么成功 上一部其实 它里面 就是雷神这种 250的这种风格 只是在他个人身上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里面 所有人都像雷神一样在办一个 这个缺根筋的这样一个人物 你知道吗 当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整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笑了 你知道吗 我以前的话 我演过一个话剧叫 钦差大臣 这是一个俄国的一个话剧 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是丑化的 都是非常愚蠢的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到钦差大臣这部片子 就是在很早的那个年代 你让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做一个丑觉 那是很容易逗人笑的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下 你要做这种事情 大家是很容易就疲劳的 看了五分钟 看了十分钟 就对所有人都是傻子的这种笑点 会一下子疲劳的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上一部电影里面的话 其实 呃 他的人物关系 他有跟他兄弟Loki的这个关系 有跟绿巨人这些关系 这些人物是大家 观众在这个屏幕上比较在乎的人物 所以他跟这些人的互动的话 大家会看得进去 而今天我们看的这些互动的人物 其实大家都是对他们 没有太多感情投入的 而且上一部的话 他失去了很多 对他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父亲 他的锤子 他的眼睛 他的整个世界都被摧毁掉了 这些东西是 就大家在身处在他的这个处境的话 会感受得到这些失去的东西的分量 而今天我们看的这部电影里面 整体都在搞笑 你知道吗 就是每两分钟要出个笑点 每两分钟要出个笑点 这样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让任何有这个情绪化的东西 可以在这个点上面给延续下去 那太古瓦提提另外一部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就是那个乔乔兔 Joujo Rabbit 那个里面的话 其实有一幕是非常让人扎心的 就是鞋子 对 鞋子那幕是非常扎心的 那个戏扎完心以后 他没有很着急的去找下一个笑点 而是让观众可以沉淀在这个情绪之中 去体会这种失去的感觉 但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让我失望的 那后来我去研究了一下 然后听说这部电影本来是有四个小时长的 那么现在被切到了两个小时都不到 两个小时缺一分钟 对吧 那这里面肯定就是缺掉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节奏给无限的加快了 那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 就是漫威一定要求 他现在要把这个电影给缩短 就是个人电影 你看这个旺达寻子记 其实也是不是很长 是吧 两个小时多一点点 所以现在的电影是不是都要缩短到这个长度 而把导演本来在里面安排的这些东西都给打乱了呢 你看你刚才提了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我也有思考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雷神四这个片子 他在搞笑方面用力过猛 就是感觉好像是本来应该是很好笑的东西 但是你感觉笑完了之后嘴里没有任何余味 笑完就过去了 结果就变成那种非常脑瘫的这种像春晚小品之类的这种笑料的质量 这感觉好像看过去了之后 可能你看的时候还会笑 像看小黄儿电影那样的 那看过去了之后这些东西并没有粘在你的脑子里面 所以说最后对这个电影真正的想要讲的东西 核心的东西没有任何多空脱贡献 就是为什么觉得这个片子笑完了之后觉得很空 但是呢这个片子你说他跟雷神三 其实是使用了非常类似的电影构架 就是雷神最开始的时候在外面 然后呢又回到了家乡 雷神三里面的时候 他是回到家乡里面看到这个演戏 戏剧对吧 那么在雷神四里面呢 他回到新的这种地球上面的 New Asgard这个小镇上面 就算是他的家乡了吧 然后看到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个镇上也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比如像话剧啊这类的东西 就这些东西在三里面有 四里面也有 然后雷神遇到了他的强敌 然后呢他中间有一个需要自己 抒发自己情感的这么一个梗和一个曲线 中间电影中间要插一个境外大插曲 就他一定要到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去寻找他的武器 寻找他的这个能力什么呢 这三里面他就是去了那个Grand Master 就是比赛的那个地方是另外一个星球 那么在这里呢他去了寻找宙斯 到宙斯那里去寻找武器和军队 但其实最后这个东西呢 最后证明其实跟他整个这个故事现象前发展和核心 他解决问题的这个压力并没有任何关系 最终呢就是他就到那块去搞了一个闹剧 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就整个这个结构都是一样的 最终在片尾呢他失去了一些东西 但是仍然是完成了自己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小成长吧 算是一个小曲线完成了 对抗对手其实还是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 其实他并不是以压倒式的方式胜利去胜利的 就整个这个结构仍然是电影第三部电影上一部电影的这么一个结构 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就并没有觉得这个片子真的给了我一些什么新的 特别出奇的东西 因为觉得这些东西似乎都看过了 但是一个笑料方面的东西呢就感觉好像是质量 没有第三集那么高 因为第三集里面呢雷神仍然是一个相对聪明的人 那么就是在第四集里面他本来是有点憨憨的 现在就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傻貌了 就是看他就在第四集里面这个智商方面的表现 就感觉好像是确实是向后倒退了一步 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不是 因为Taka Watiti他是一个片子的导演 但他也是这部片子的编剧 所以说是不是当他已经到了MCU比较当红的这么一个位置的时候 就他身边就没有什么人对他在这些东西上 提供相反的意见 所以说他自己一个人没有不同声音的环境下 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是这样的 老张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有可能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有一个四小时版本的话 它里面会有更多的空间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雷神那个样子 会在那个里面更多一些 但是问题是他剪下来剩下的全都是这些搞笑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在迪士尼那边的话 其实换血了以后 现在的管理者 他把权利都是包给这些管钱的这些人 就是搞经济方面的这些人 而不是给这些搞艺术方面的这些人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求 你上一部做的好 是因为这个里面很搞笑 所以我们就保留你这些搞笑的东西 你把那些煽情的东西你可以去掉 我们只要你保留这些搞笑的东西 然后就出了这样一部电影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MCU是现在实在拖的实在太长了 然后同样像雷神这样的人物的话 除了他在他手里经手 那么在那个卢索兄弟手里也要经手 他现在这部里面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把前面雷神的所有 已经走的很多的这个脚步 完成的这个人设 基本上全部都推翻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斗逼的雷神身上 看不到他之前所有失去过的那些痛苦 以及那些成长的过程 全部都没有 我们对他那些失去啊 什么全部都感觉不到 你记得在第三集里面 他瞎了一只眼睛 然后在这个无限战争里面 是那个小焕雄给了他一只眼睛 然后他两只眼睛眼睛 颜色是不一样的吗 但是在这集里面 他两只眼睛颜色是完全是一样的了 就这个东西 你其实如果有一句台词来说一下 他们现在这个眼睛可能升级了 是吧 版本升级了 现在可以变色了 是不是 那你有这个东西去介绍一下也好 现在我就在这个人物里面 看不到在无限战争和终局之战里面 经过那么多悔恨 经过那么多PTSD 然后甚至于那个肥胖的身体 在这一集一开始五分钟之内 就把他给去掉了 那也就是说他之前所留下的任何东西 在这部里面全部是被推翻的 这让我想到就是在看星球大战第八集的时候 就是在星球大战第七集里面设定的所有东西 在第八集里面全部都给推翻一样的 然后到了星球大战第九集 再把第八集里面所推翻的东西再一次推翻 那你这样的话 观众对你的设定的这些人物就没有一个投入感了 你这集这么说 下一集你就推翻了 那么我们这一路上跟着他走过来 我们的这些心血是不是也是给你推翻掉了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就是后来的话 他还有一个 就是他有能力把自己雷神的能力交付给 就是暂时交付给别人 这个东西 而且是一群人在那边 这个东西 你在无限战争 那个时候干嘛不用这个 所有人在Wakanda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人都变成雷神 那灭霸还跟他打个屁啊 是吧 或者在那个中局之战的时候 所有英雄出来 都加上雷神的buff 那还打屁啊 是不是 这个东西让我想到那个叫什么 沙赞 是吧 沙赞不就是把自己能力全部给自己家人吗 是吧 对 就有点胡搞 这个能力他如果 这个能力他什么时候有的 如果之前就有的话 为什么之前不用 对啊 你想想他阿斯卡尔马上就要被摧毁的时候 当时这个什么什么 老肉病残之类的 都要逃离 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用过这个能力 对吧 所以说感觉好像这个能力应该就是最近 在他在到处游荡的时候 慢慢演出来的 但是我也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连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在中局之战结束的时候 他其实是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升级 在这个能力上 或者是在这个自我认知方面 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但结果他跟这个银河护卫队出去 做了一些雷锋似的好事的时候 在电影最开始的头15分钟 就那一场战争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真的是一边看一边摇头 我就心想如果雷神要把自己这个节奏设在这种质量的打斗上面的话 那这个片子真的是没法看 不是那个东西完全就是在吃惊那个疯狂的小鸟 angry bird 那个感觉一样你知道吗 是有这种东西 对是有这种感觉 但就是觉得好像他没有必要这样做 因为他本来这种搞笑的东西是从人物的性格和由内往外走的 现在感觉好像这些东西就是非常表象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银河护卫队那帮人撵走 这还是推翻之前所有的设定 当我们在看完《终局之战》的时候 看到雷神加入了这个银河护卫队的话 然后说是什么As Guardian of the Galaxy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期盼的 他们之后的这样这个旅行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就是雷神和星爵两个人同时减肥 是吧 放一点这个什么Rocky的那个歌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期盼在这个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一开始十分钟 就把这些人全部给撵走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 把之前所有的这个人设全部都给推翻了 那就是你知道吗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情愿这部电影有一半是放在这个 他和银河护卫队之前的互动 但是我真的对那些打鸟人那部分 真的是觉得好傻 包括他们帮的那帮人 他们的国王全都是一个斗逼的形象 这里面斗逼形象太多了 太多了 那个石头人是个斗逼 那个那些人的族是个斗逼 然后Bell第一个杀掉的那个神也是个斗逼 然后Russell Crowe演的这个宙斯也是个斗逼 这里面每个人都在演斗逼的话 就没有意义了 对至少至少那个坏人不是斗逼 我觉得坏人也是个斗逼 你知道就是Christian Bell 我对他回来演这个漫画电影是有个很大期待的 因为他演完蝙蝠侠的时候 他说他再也不要演漫画电影了 那是什么让他回来演这样一个反派角色 我是觉得他在演蝙蝠侠的时候 看到小丑抢他的风光 抢的那么厉害 他其实是心里面有一点不服的 或者有点眼红的 所以在演这部的时候我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很多小丑的影子在里面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他把这个角色演得太脸皮化了 就什么东西都在脸上挂着 他的悲伤 他的痛苦 他的搞笑什么的 全都挂在脸上 是 他是在演小丑的方式在演 但是他演的不是一个好的小丑 他演的是雷托版的那个小丑的那个感觉 给我的是 就是你在网上面随便找几张截图 你都可以看到他那个表现力 就是很用力的在那边表现 就全都挂在脸上那个样子 实在是不行 那同样你说 那个梁朝威演的那个角色 是不是 他也是就是被迷惑的 但是问题是 就梁朝威演的没有那么表面化 他不是什么东西都挂在脸上的 他是一个有深度的一个坏人 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在这个 太高瓦Titi的电影里面 想找这个雷神的这些电影里面 想找一个比较内自在的人物的话 还真不太容易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雷神 即使是从雷神3开始 他就是整个这些人 其实都很卡通化 人物形象动作什么的都很卡通化 所以说就是你想就是 克里斯班尔 你自己想表达一些比较深的东西 但有可能你那些表达比较深的东西 都已经在被剪掉的地方 因为四个小时的内容 被剪成两个小时 很必然就会有一些 其他的给他机会的东西 最后没有被用到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梗用的太多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一个梗 只用一次的话是挺好笑的 但是你用到了两三次之后 然后这部电影 又是每两分钟 有一个笑点的情况下 就是你会对这些重复的东西 比较厌倦 然后这里面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就是Nally Poeman演的 这个Jane Foster Jane Foster在这个里面 他也变成了雷神 然后就因为他锤子碎了以后 然后又遇到了他 就组合回来了 然后把他变成了雷神 这个东西其实是挺扯淡的 就是我们从一个闪回里面 看到雷神之前跟Nally Poeman 在谈恋爱的时候 曾经跟锤子说 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要好好照顾他什么的 所以现在 就是Jane Foster这个角色 现在好像是得了癌症 是吧 晚期癌症 然后这个 对 然后这个锤子 为了要延续他的生命 然后就 把他变成了雷神 但是他每一次变成雷神的情况下 他的生命都会缩短 也就是说 他一离开这个锤子 然后他的身体情况 还不如之前 所以这个东西 到底是帮他 还是害他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说的很清楚 再者就是Nally Poeman 在演她 是一个凡人 在演Jane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演技是到位的 但是她一旦 也变成了女雷神的时候 她的演技是非常拉夸的 甚至拉夸到 回到了那个星球大战 前传那一二三集 她演的时候那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拉夸的 我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就是我觉得 首先Nally Poeman 她不适合演一个商业大片 她以前演的那些文艺片 或者是小众电影 什么的话 其实是非常适合她的 但是她要演一个 超级英雄片子里面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星战 还是漫威这个东西 每次演这个东西 都感觉特别的拉夸 就不适合她这样一个 女神级别的这样一个演员 而且第二点是在漫画里面 女雷神出现的时候 她是一个独立人物 所有故事都是围绕着她的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 她出来了以后 她没有自己独立做什么事情 而整天就是跟在雷神背后 像一个小跟班一样 那么她的自己的人物 个性特点什么的 就没有办法去发挥 而显得她是一个 像一个小学生 跟这个大哥哥一样 所有东西还要问 我打坏人的时候 我出招的时候 要说一些什么话 什么的 就特别傻逼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让所有人都做这种小丑样的角色 但是你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也规范到这么样一个2B角色上去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做的特别不好 我对这个片子里面 阿里波特们演出这个人物 我还是挺满意的 我只不过是觉得 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其他的人都在跟她一样 在做这个梗 所以说就感觉好像 她身上的这些喜剧笑点和梗 或者是她刚刚变成女雷神 虽然说在战斗方面 她已经可以了 但是就是说 她其实并没有特别习惯 以雷神这个身份 来跟身边的人进行交往 什么的 所以说这方面 她仍然还在学习 那么就是说 这个片子的核心 情感上面的矛盾 就是雷神回来了之后 然后发现她的女朋友 也变成了女版雷神 然后这两个人之间 有一个不适应 然后就此给我们看到了 当初她们是非常相爱的 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援引 两个人的成长问题 然后最后两个人分开了 那么在我们以前 看的MCU的电影里面 曾经也是解释过 当时就是一句话 就是跟Jane已经分手了 就是过不到一起去 然后这事情就过去了 那么现在就给我们 一些其他的回顾 这个东西我是比较满意的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有这个锤子 跟谁谁谁在一起 这里中间还有那个 就是雷神新的武器 这个Storm Breaker 然后还变成了拟人化 然后很不满意 吃醋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很喜欢 但这两个人之间 这个关系互动 我觉得它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Natty Portman 至少是她的形象上 她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说她在做 拟雷神的时候 她这个形象 头发化妆 胳膊的那个 就是怎么有一些 健身的线条努力 这些东西都看到了 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 我是有一点 你说的我是挺同意的 就是说这两个人 不要让他们去找宙思 让他们去执行 一些其他的任务 有一个两个人 就是情侣相互之间 在战斗的过程中 有相互依赖 相互需要的 这么一个过程 让我们看到更多一点 让这两个人 重新在情感积累方面 给我们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 可能是对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两个人物之间的 灵魂碰撞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火花会感觉更好 现在他们去找宙思 这过程 屏幕时间 除了恶搞之外 基本上是浪费掉 对这两个人的 每个人的性格塑造 其实都没有特别大的增益 我觉得这一点上 其实是做的不是特别好 但也有可能 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一些其他的花絮 其他的交往 但这个东西最后是被剪掉了 因为毕竟是有一半的时间 是被剪掉了 所以那也有可能 我还是觉得 不要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 让他们分开独立的 去执行自己的任务 走两条不同的线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人物独立的成长 就是让大家觉得 他不是一个小跟班的 你让他和女武神 一块去执行个任务 雷神和石头人 一块去执行一个任务 然后他从女武神这边 打听到很多关于雷神 他不知道的那些事情 比如说在雷神第三集 一直到复联之间的这些故事 是不是 从别人的嘴里面听说 然后 就是这两个女人之间 其实会有很多互动 然后说到这个女武神的话 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觉得也是没有很好的 去处理这个人物 首先作为一个国王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就是那帮人 没有一个人扶他的 做国王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 没有人听他的 全部都在插嘴 全部都在大吵大闹 而雷神过来一说话 所有人都是听雷神的 也就是说 他虽然是做了国王 其实他只是一个 村长 村长都不如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代替品 就是一个代替品在那边 如果雷神回来的话 大家还是听雷神的 那这点其实是 我觉得是不符合逻辑的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出 从他们搬到地球来以后 雷神没有为这个村子 做任何事情 他永远在那边 喝酒打游戏机 把自己变成一个胖子 是不是 所有就是 对于这个村子的管理 什么的 其实都是在女武士 还没有变成村长的时候 他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 那么其实这些人 其实应该会比较幸福这个人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是把这个设定 也都推翻了 就为什么我说 他把这个卢索兄弟 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推翻 就是在这个故事线里面 你从每个人物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他是做了一个 没有人幸福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有什么重要性在这边 他也就变成那个小跟班 没有自己的人物 弧线在这边 而且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演员 实在太多嘴了 一直说 我的角色是同性恋 什么的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没有任何体现的方式 我觉得是被剪掉了 因为这人说话 实在是太多 就是所有MCU演员来说 演员阵容来说 我比较烦的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他 另外一个人就是黑豹的妹妹 黑豹的妹妹 就是前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他也是在 他是一个英国演员 然后就是做了很多 关于什么反疫苗之类的 这些东西 所以说就是觉得 对他这个人物 人设 比较真实人设 比较反感 而且在这个片子里面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有可能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曾经做过 拍了一些这些花絮 感觉好像给他安排了一个 女情侣 女情侣什么的 但是最后终于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部分其实被剪掉了 并没有放在最后完成品的 这个片里面 所以说这 关于他这个人物 在这个片子里面 其实就是适当的时候 出现一下 完全就是一个工具 在这里面就是 他自己本人没有任何 很丰满的塑造 然后这个人物 也没有任何故事 然后他对真正的核心剧情 也没有任何贡献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 他那个女同性恋的故事线的话 是他们是不敢给剪掉的 你可以从其他的 这个迪士尼的 最近的这些制作上面 可以看得出 只要创造者去做这些东西了 公司是不敢把他们剪掉的 一旦剪掉的话 新闻做出来 对他们的就是负面的新闻 会更强烈 所以为什么这个光年 是吧 还有其他的几部片子的话 都把这些同性恋的东西 保留在里面 甚至导致他们可以在很多 就国家没有办法上映 他们也要保留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的 所以他一开始就在那边 给自己吹啊 什么这些东西 给自己加戏 我真的是觉得是 挺讨厌的 挺烦的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泰克瓦提提自己的 就是Korg那个人物 就是石头人 那个人物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也觉得 其实是比较边缘化的 有可能就是说 他用利用这个人 介绍了一些雷神 当初跟Jane Foster 两个人在一起 过情侣生活的时候 有一些细节 通过他的口 来说出来 那么就是说 给大家一个方式 去接触过去的一些历史 但其实这个人物 真正在两个人见面 剧情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 很快这个人被打碎了 然后这个人就变成一张脸了 话都没得说了 就感觉好像这个人物 其实也并没有 真的被利用起来 或者是干脆 其实是被剧情放弃的 你觉得吗 我觉得这个人物 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但因为是 泰克瓦提提自己演的 所以其实已经给他自己 加了很多戏了 你像另外一个 Meek 就是那个剪刀 他是石头 还有另外一个 Meek是个剪刀 Meek在这部电影里面 基本上是没有戏的 就在后面画图 是不是 然后他们在村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彩蛋 是有一个叫Daryl的 一个男的出现 Daryl是在雷神的短片里面 他拍了很多短片 就是他的雷神的同房 房客 是吧 或者是他的二房东 就两个人是住在一起的 这个人物 这个客串也是挺有意思 因为很多人没有看过 这个雷神的短片系列的话 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人物存在的 我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片子里面 还加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把他们这两个人的武器 给你融化了 感觉好像以前 雷神其实是拿他这个喵喵锤 是拿他当做人生伴侣一样的 感觉好像经常会有那种 就是非常爱惜 经常抚摸 然后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什么的 但是这个感情 从来都是单方向的 从来没有感觉 这个锤子会对他做什么事情 现在这个片子里面 就是他的新武器 Storm Breaker 就是感觉好像是 要吃醋了一样 还会不停地在他身边 走来走去 做各种各样 比较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这一点上我觉得有点唐突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 就是整个这个MCU大环境里面 这种梗或这种关系 这种设定存在过 所以说我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来做梗 但是我仍然是觉得有点接受上有点困难 而且他在打灭霸的时候是两个武器一块用的 如果这两个武器之间会有矛盾的话 那个时候就不会那么配合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特别突然 然后就是给的镜头实在太多了 你说这个东西你就用一次 就他在那边想召唤锤子 然后斧子突然从旁边慢慢的移过来 这个感觉 就是你这个东西玩一次就够了 后面还不停的玩这个东西 还要去摸他的下巴什么的 然后还给他喝啤酒什么的 实在太过了 同样就是他跟那些小孩在这个说话的时候 然后女武神过去 就是好像是玩他的胡子什么的 就把他弄痒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无厘头的东西 根本不需要在这边 他很重要的跟那些小孩在聊怎么样去救他们 你女武神你不懂事吗 你是一个村长 这事情是你村子里面所有的小孩 然后他会去捣乱 这个就完全是为了搞笑去搞笑 就是对剧情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然后这个电影 他们就整个情节就是要救这些小孩 但这些小孩对观众来说 是没有任何感情投入的 是的 你说第三集里面 他要救所有这些 阿斯卡的这些平民百姓什么的 对我们其实投入感 也不是非常大 但是问题是这些平民里面 有Hando这些人物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认识的 我们是接触了两三部电影 一直走过来的 所以对这些人物至少是有一点投入性的 但这些小孩 小屁孩我们一个不认识 之前也从来都没有出来过 那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 就有任何感情投入在那边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这个motivation 他这个动力 对观众来说 是没有一个共情感在这边的 感觉不到共鸣 也并没有觉得这些小孩 在任何时候 其实是身处危险 就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当这个Gore Gore的就是有个外号叫什么 杀神者 就这个人 他的目的 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去伤害这些小孩 他只不过想把这些小孩 吓唬吓唬就得了 所以说我们在最开始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首先这些小孩我们都不熟 他到底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 就是说对这些小孩 没有任何共情心 然后之后 全程也并没有相信 这些小孩 真的会受到什么伤害 我觉得这是这个 整个这个电影剧情里面 最失败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对雷神 为什么要全力以赴的去 去这里 去那里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最后还要 抢了宙斯的武器 然后把宙斯还伤害了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不讲理 就跟人家借东西 人家不借 你就走就完了 何必还要伤害人家 要抢了人家的东西 但整个做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以 去救这些小孩为名义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没给我们这么多的 怎么说呢 解释动力 去解释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做的比较弱的 还有一点就是 在这个雷神的世界里面 真的就是 在漫威的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真正的死亡 就是死掉的人 都会慢慢回来的 然后我们这里面看到 宙斯被他们搞死了 然后在电影的最后 又没有死 还活着 甚至这部电影里面 那个石头人 我们以为他死掉了 然后也没有死 就只剩下一个头也能活着 然后电影最后的时候 他还能复活 还能长回来 就像跟那个Groot一样 是吧 可以把自己给长回来 就是很无厘头 甚至到最后 这个女雷武神死了以后 我们在最后的这个彩蛋里面 看到他是进入了这个Vahala 也就是他们的 所谓的战神的天堂 只要这些 Asgardian 这些人 如果是在战场上死去的话 他们都可以出现 就是入这个天堂 那么在最后把他带到了这个天堂 我们看到那个Handor 什么的都在那边 那么其实就是说 之前Asgard死掉的那些人 也都会在那边 而且那边的 整个场景的设定 其实看上去跟Asgard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的 造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相信 接下来的故事的话 就是雷神去Vahala 然后跟这些人会团圆 那么他的好朋友 他的就是说 那个死掉的版本的Loki 也会在那边 因为他也是战死的 是不是 所以以后MCU里面 会不会就有两个Loki 一个是Loki电视剧里面的Loki 一个是真正在终局之战 死掉的Loki 是不是 两个其实都是好的Loki了 对 我觉得MCU发展到第四阶段 在这方面 整个世界观的统一协调性方面 已经乱套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大家都是望着一个方向上去努力 但是很难解释的 就是每个人的单独电影 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成长过程 都有一个自己的大敌人 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对抗的系统 那么就是现在这些故事 就是毛刺太多了 自己走自己的路 你记不记得雷神一最开始的时候 他跟Jane Foster最开始见面的时候 雷神当时解释说 你们认为是神话的东西 最为我们来说就是科学 那话说的很酷的 而且当时你在看那段的时候 你就觉得雷神虽然说在性格上有点脱掉 非常骄傲 非常自我为中心 但他并不是一个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的人 但是从那个时候雷神发展到 现在这个雷神是这个雷神比较逗逼 然后经常脱上衣 感觉好像是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电影也很搞笑 但这个人物确实是在内核上面已经松散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面临的东西 就是说他现在身边还有很多神 他把一个宙丝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之后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 以后你怎么去解释处理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MCU里面关于这个神 关于那个什么Slash说 关于就是什么 他自己奥丁是自己雷神自己的爸爸 还有这个星爵的爸爸 就是这已经有各种各样不同神的系统了 他现在又介绍进来宙斯这个神话的系统 那么以后这个东西 他跟以前就是关于什么 你说的是神话 我说的是科学 这个东西就已经对不太上了 然后现在这些东西以后相互之间还会有穿插 就是越来越变得十分混乱 难以解释 无法统一 这样就变成了 为什么当初这个漫画环境 那个就是那些书和这些内容 慢慢地就是失去了很多观众 因为很多人在跟这些东西的时候 慢慢就是有点跟不上了 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开始解释的崩坏了 就是没有非常严肃的解释系统了 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宙斯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说在搞笑方面确实是做得很用力 但是其实对整个这个大世界观来说 是一个很有怀疑的这么一个做法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最早说的 就是第四阶段这些电影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互动性在这边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很容易去做一个就是Go 它图神嘛 到处图神 那么它可能就是它很可能把那个月光骑士里面的那个神杀掉了一个 把黑豹的那个黑豹神给杀掉了 把永什么族里面的一个人给杀掉了 是不是把那个梁朝伟和石环里面的那条龙给杀掉了 你让他去做这些事情 那是不是就把其他的那些影片都给连接起来了呢 对不对 但他什么都没有做 这方面的东西一点都去没有去去努力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第四阶段就是不要说我们观众看不到任何的一个就是总结的方式 我觉得漫威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总结的方式 可能第四阶段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很多的这些IP放在那边 但是没有一个总结的这边 第四阶段其实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就是老的复联成员逐渐开始退到二线 那么他们有一个城上企下的这么一个作用 传递火炬嘛 每个人在自己的电影和作品里面都找到了一个接班人 然后呢 以后这个故事按照这个接班人的方向去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管是什么旺达 荀子介啊 还是其他的电影啊 包括那些电视剧里面召唤出来这些新人物啊 没有什么人物是真的在核心和就是在人物形象 或人物魅力方面有吸引力到可以接住这个火炬 并且传下去的 嗯 就是在目前为止就是说第四阶段 如果它这个火炬没有传好的话 那么你第五阶段如何去往前发展 这些人你如何把他们放在一起 脱离了原先复联成员的这些帮助的话 仍然还让这些人有可看性 有凝聚性让大家想去看这些人 我觉得现在他并没有做到这个东西 其实他如果这个电影就是个人电影 他只要自己本身能做好 即使他不带入这些东西的话 我都无所谓 但问题是现在这部电影 你个人电影又没有做好 然后对整个MCU的这个发展 又让我们感觉不到有任何贡献的话 那我真的是觉得这部电影是没有任何必要存在的 当初为什么要设定做这样一部电影 我现在这个问题 我这个问题对很多现在我们看的 比如说像鹰演的那个电视剧啊什么的 我都有这样一个怀疑态度 就你为什么要去做它 如果就是没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在那边的话 为什么要去做它 现在我就觉得东西很多 看着我眼花缭乱 是不是13部制作这样做下来了 第四阶段 但是我没有几部是真正喜欢的 对而且他现在就是电视剧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Miss Marvel 就是什么惊奇小姐 那么一个剧 那个剧是漫威剧到目前为止 第一部剧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去追的 就我不知道他对 我其实觉得一开始还行 但是这两集又开始又开始拉垮了 妈妈的剧从来都是开始的时候挺好 然后结尾搞不好 所以感觉好大结局方面给观众没有一个正面反馈 没有一个满足感 你追了个剧嘛 最后爽一下 它最后一集两集总是非常水 另外就是想提的就是这个片子 虽然说在制作上面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又有四个小时的内容啊 又有名导演啊什么的 但我发现这个剧啊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啊 就有很多剪接上面的问题 就剪接非常草 感觉好像是 你要是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 把这个东西做得很细腻吧 那也不对 因为疫情的原因并不应该影响到 后期制作方面的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地方 就是剪接剪得非常非常的草 我觉得最生硬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去Gord的那个家里面 然后突然之间说这是个圈套 然后啪一下子冲出去了 然后下个镜头就接到他们三个人站在那边 然后雷声问他 Are you okay 是吧 就三个人已经站好阵型了 他们出来是怎么样 就是突然之间站好的呢 就是这当中肯定是有一大段给切掉的 但是就是说他衔接的没有衔接的非常的好 就让我觉得非常深阴 嗯嗯 你这种地方其实挺多的 另外一个想就是想说就是 我对这个坏人过儿啊 他就是这个杀神者 对这个人物到底想做什么事情 我一直都不是特别明朗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自己的女儿死了 然后他找到了自己信仰中的神 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神呢 其实并不在乎他 然后他得到了武器的力量 然后他就把这个神给干掉 然后当时他就说 我要把所有其他的神都干掉 但是我当时就在想 你这个愤怒我可以理解 你失去了女儿也可以理解 可是你想 因为你遇到了一个不在乎你的神 你就要想把整个宇宙里面 所有的神都干掉 这是不是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移形换位概念转换方面 做的有点跳跃度有点大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其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杀掉所有的神 他其实的目的呢 是为了打开这个宇宙核心的 这个Infinity那个门 然后呢 到那里面去满足一个自己的愿望 把自己的女儿给找回来 那么这个东西一直到电影最后 才解释这个东西 那之前并没有 就感觉好像他其实就是为了杀死所有的神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一开始的愿望是要就是杀掉所有的神 然后是到了那边的时候 然后雷神他们要感化他 说啊 这并不是你自己要的 这是那把剑要的东西 你自己要的东西 你自己是清楚的 是你的女儿 所以他最后才没有把所有的神杀掉 而是把他的女儿给召唤回来的 是这么一回事 但问题就是 这整个人物 我就没有办法去投入这个人物 他的所有的动作是 感觉就是一个有鼻子的伏地魔 然后他的所有的表情就是一个雷托盘的小丑 你知道吗 就是怎么看都没有办法投入这个角色 即使是贝尔演的 我也没有办法投入到这个角色身上去 他那些装啊什么的 实在太不符合这样一个人物了 你要做个悲情人物的话 不要给他弄个光头 不要给他弄着这样的皮肤 实在看上去太让人出戏了 我估计这个东西也是属于 他一定要在漫画形象和电影形象中间找一个折中 所以不能乱设计这个人物形象 多多少还是有点漫画里面那个痕迹 我看了一个漫画里面那个人物 因为有很多宣传材料出来 那因为漫画里面的人物看起来确实很像伏地魔 也是一个没有鼻子的 但不光是一个造型 是他所有的那些动作 都是伏地魔的那套动作 这个是让我最出息的地方 而且关于这个人物 最后有一点我也是不是特别明白的 就是他走到那个门里面去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雷神和健福斯特也跑到那个门里面去了 因为其实并没有看到 雷神和女雷神两个人进那个门 但是他们突然之间也出现在这个门里面 然后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Gore 其实许下了自己的愿望 把自己的女儿得回来了 那么当时我在想 如果是你可以许一个愿望的话 那么为什么雷神不去许这个愿 把这个 这个Jane Foster的癌症给治好 因为不是他打开的门 只有这么一个原因吗 就是我就在这一点上 不是就是你一个人打开了门 后面一帮小孩都跟进了 然后一人许一个愿望 没有这么回事的呀 这个东西肯定是第一个进去的人 可以许愿了 像神灯一样是吧 而且另外就是Jane Foster他这个癌症四七啊 你难道不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想我们已经看到MCU第四阶段了 我们看到一个MCU里面的聪明人也看了不止三个五个了 就是现在很难感觉到MCU这个大环境里面 会有人得癌症然后不得不死 面对像雷神这种神通广大的人物 而且他交友那么发达 地球上或者是外星 有这么多妇联科学家什么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做点什么事情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幸福感比较低 他这个还是按照就是漫画里面的故事去设定 而且如果他不这样的话 你更没有任何感情投入 这部戏稍微有一点感情投入 就是Nally Pullman在演这个病人的时候 演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除此之外 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其他方面的话 这部电影没有演技在这边 我觉得雷神其实这个人物 就是锤哥这个人物演员 其实一直都是有能力的 就是他有一些很多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 他拿捏的确实是很准 比如说像当这个Jane Foster 拿这个锤子放在这个酒桶上的时候 然后他想去拿起来这个锤子 但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是不worthy 你是拿不起来这个锤子的 所以当时去拿这个锤子的时候 他也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最后把这个锤子拿起来 疯了一下拿起来 觉得啊 放送了一口气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回来 就那个过程就是 其实是用细节传达了很多信息 再从一个演员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Chris Hemsworth 还是非常合格的这么一个演员 我其实是蛮喜欢他在这方面的 这些塑造和拿捏的 但是就是很遗憾 就是人物本身并没有给他 特别多深层次的东西 而且这个雷神这个人物 现在看也确实是太悲剧了 虽然说他算是复联里面 最牛的这么一个人嘛 最能打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有四部电影 但是他自己的爹妈都死了 然后他弟弟也死了 他家乡被粉碎的一无是处 完全都没了 他眼睛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唯一一个以前的女朋友 现在也死了 然后锤子又灭了 锤子又灭了 就是感觉好像 这人物真的是好悲剧 那么以后再往下再往下拍的话 我们现在相信这个雷神 因为他在片尾的时候还告诉我们 说雷神还会回来的 就是说我觉得 太古瓦Titi应该会拍他自己的雷神三部去 就是说这部片子很明显 并没有给雷神在MCU的宇宙里面画一个句号 他仍然会有下一部电影 那么就是有下一部电影 但下一部电影的话 雷神还有什么是可以失去的 因为他家已经没了 他的爱也已经没了 他整个现在连一个什么都没有了 到片尾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就是收养了那个小女孩 然后跟这个小女孩一起 那么就是下一部片子 难道他要失去这个小女孩吗 我觉得下一部电影 如果不是太古瓦Titi岛的话 这个小女孩都不会出现 我们这部电影里面发生的所有东西 可能在下一部复连里面 任何的关键点都没有 什么都不会提到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失去过一样 我觉得会是这样的 我觉得下一部电影的话 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太古瓦Titi岛了 因为他这个逗逼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第一部 大家觉得挺就是惊喜的 挺新鲜 到这部的话 其实已经用完了 他这些东西已经用完了 实在已经不好了 我觉得 我更希望可以看卢索兄弟回来 再倒一部复连的当中 看这个雷神的成长 我觉得那个成长是有意义的 而这部电影里面的成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推翻了所有其他的成长来 在这部里面做了什么成长 其实没有任何成长 这部他长了什么东西 就是他成为了一个父亲 但这个东西小孩也不是他的 然后作为父亲的话 你也没有钢铁侠做父亲的 就是给大家刺激性强 对吧 I love you 3000 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刻骨骨心了吧 扎心 对 我觉得如果我是卢索兄弟的话 我不会回来的 不一定 看吧 卢索兄弟他现在除了MCU之外的话 他导演的其他东西都不行 他唯一好的就是做制作人 做了那个顺序群宇宙 顺序群宇宙 是他们做制作人的 但是其他的 他们导的电影都不怎么样 其实并不仅仅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了 MCU里面的这些人出去自己拍电影 像锤哥 感觉好像是锤哥在MCU里面很风光 但他出去之后拍一些片子 其实风评都相当一般 钢铁侠出去自己拍电影怎么样 拍的一塌糊涂的 然后美队的光年也扑接了 对啊 美队光年也扑接了 OK 那么就是你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现在我估计你给这个片子打分 应该不会打上优 我只能给他打个钟 说实在的 其实这部的话还是靠 锤哥自己的个人魅力 给挺着在 挺在这边的 而且就是说这部电影里面 是他我觉得去健身 见到最完美的这样一个形象了 那个就是衣服一脱 露着屁股站在那边 哇那个全身肌肉露在那边 简直了 我给这个片子打分也是个可 你也不可能不去看这个片子 但看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把期待值调整好 这个片子从人物上 从剧情的质量上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上层的MCU作品 但我觉得就是至少它是一个脑残搞笑片 所以说很多人其实也挺吃这套的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至少你不会觉得特别烦 特别累向上厕所 这个感觉还是没有的 在这一点上来说 算是个合格的爆米花货作品 对而且这部片子 为什么我那么讨厌 就是它里面 其实一开始给我很大的希望 是它把那个 Jamie Alexander演的那个 Sith那个角色又给弄回来了 对 本来我对这个角色是非常有期待的 但是看完这部片子 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必要 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 你让它回来干嘛 什么事情都没做 然后就让它丢了条胳膊 你还不如让它就是 不出现在这个系列里面 那么大家至少永远对它 有一个期待值在那边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上一集所有人死了 但是它不在那个Azgar 所以它没有死 但这一集回来 是完全是一个浪费的 对 它完全可以让这三个女人 去做一个任务 是不是 非常好的一个利用方式 因为 Jame Alexander 她的演技也是可以的 对 三个人合在一起的话 是有很多这些 女性方面的东西 可以去挖掘的 但在这里面 完全没有去做 就浪费了这样一个人物 那你请她回来干嘛呢 你给这个演员 发工资干嘛呢 你完全不需要用这个演员 你把她请过来干嘛 是不是 还不如留着 让下一个导演 能好好处理的 去处理这个角色 是的 或者你直接把她写死 让她也在那个Vahala出现 也可以 你现在把她留成 一个废人在那边 你干嘛 特别气氛 OK 关于雷神4 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 首先第一条 是Johnny Depp 与前妻的马拉松 这个官司 终于落下了帷幕 他的事业线 其实现在也已经在 恢复过程中了 他将会参与一部 叫做La Favorite的电影 这个片子的拍摄工作 其实是预计在法国 马上就要开拍了 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 Johnny Depp 在这个片子里面 出演的人物 是路易王十五世 这个片子 其实目前已经得到了 绑飞的认购权 将会在法国的电影院 供应一段时间 然后登陆网飞平台 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 应该是很快 就会有资源 看到这个片子 Johnny Depp 通过这次官司 其实官司的输赢本身 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他赢得了 所有网上的 所有人的 单方面导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所以因为这个支持度 现在所有电影公司 都敢请他 回去拍电影 什么的 但是问题是 他跟他妻子 这个官司 只是目前 这一轮官司 落下帷幕 他的前妻还要再反告他的 据说 那么如果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如果再反告他的话 如果再拿出一些什么证据方面的东西的话 是不是风箱又要往另外一面倒了呢 或者电影公司又觉得这个东西不太保险 然后又把它给搁在一边 这实在太难说了 如果是再告回来的话 如果是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后发生的话 那么这个片子说不定就已经做出来看到了 至少Johnny Depp 挂在这个电影上 给这个电影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 大家都想看看Johnny Depp 在这个官司之后 他的演技是什么样 说实话 Johnny Depp 在过去的10年里面 做出来的作品 我没有一部是喜欢的 虽然说他是一个电影名人 但是我觉得在最近这些年 看到的他片子没有几部 是我觉得很欣赏的 所以说他希望他走过这个官司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演员其实需要生活里面的积累 你的喜怒哀乐 必须得有一个平常人的这种喜怒哀乐的积累 这样你在演人物的时候 在屏幕上 你有这种真感情出现 那么现在可能是他应该是有真感情出现了 在屏幕上应该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我希望他能在这些电影里面 有一个质的升级 下一条新闻是索尼的《神秘海域》 虽然说受到了各方面的吐槽 但是索尼公司仍然对这个系列的续航很有信心 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要做续集 但是内部人士已经透露 说《神秘海域》将会是一个电影系列 第一部电影的风名确实很差 但是这个电影仍然拿到了4亿美元的票房 在北美地区是游戏改编电影的票房收入第三名 在全球是游戏改编电影的收入第四名 导演Ruben Fleischer已经表示了 他对《回归》这个系列有很大的兴趣 这部片子我都没去看 说实在的 一直没有看 我就没有任何的兴趣想去看这部电影 就是小蜘蛛侠他演的那些片子 我觉得都挺一般的 然后这个片子一出来的时候 就给大家骂的挺厉害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找到动力去看这部电影 但我相信这部电影不管怎么样的话 其实他这个IP还是 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是他这个游戏改编的 那么他完全就是可以把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 然后每一部做的更夸张 就像速度与激情一样 因为这部电影 我那个预告片里面看到 他那个飞机上面东西掉下来 然后他不停的在这上面跳跃什么 我觉得已经是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动作情节了 但是如果下一部电影可以以这种方式去把它做得更夸张的话 我觉得按照速机前几部的这个基调的话 还是会有很多人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 而且就是他演员本身就比较年轻 还是有很多年的这个发展 可以去发展的吗 在这个系列上面 下一条新闻是MCU的未来阶段 出现复联和X战警队伍的互动 基本上已经是我们大家心中的一个定局了 其中受到关注的是 未来的金刚狼演员的候选人 目前有一位自告奋勇的是Taren Ackerton 希望能够取代Hugh Jackman离开的这个位置 出演下一任金刚狼 据说他已经多次与电影公司沟通 并且跟Kevin Feige和漫威团队进行了会面交谈 希望能够加盟组队出演金刚狼这个人物 Taren Ackerton这个人物的话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这个Kingsman系列里面 他是演这个Eggie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他跟金刚狼这个Hugh Jackman的话 跟狼叔也同样演过一部片子 叫Eddie the Eagle 所以他们是一块演过这个戏的 我觉得他好年轻 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演金刚狼 因为金刚狼在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个中年大叔这样一个形象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他去演 我比较看好的另外一位演员的话 是Zack Efron Zack Efron的话也是就身高不是很高 比较适合金刚狼这样一个角色 第二点他也是跟狼叔一块演过这个 马戏之王 然后基本来说的话 他跟狼叔性格什么的都是比较像的 都是能唱能跳能演能舞 什么都行 所以我倒是比较希望可以看到 Zack Efron去演金刚狼这么一个角色 而且他也是比较少的一个 就是挺知名的一个演员 然后在漫画电影里面都没有出来过 所以我是比较希望他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这个新闻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Terry Edgerton的他的自己的团队 想把这个事情给吵起来 因为Kevin Feige要选演员的话 这个东西绝对不会公开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时候公开了 他们在寻找 在商谈 还是哪个人在商谈 要演哪个角色 一般都是等他们都已经聊定了以后 然后在这个什么漫画展上面 然后突然宣布 我们下一个 比如说这个旌旗队众会是谁 或者下一个演Blade会是谁 什么的 都是这样宣布的 没有说什么 我们现在在跟谁谈这个东西 然后已经新闻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是完全是 就是Terry Edgerton自己这个管理方 造绅士呢 对 为了争取这个角色 在造绅士 但是就不知道漫威这边 是不是喜欢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了 对 但是Terry Edgerton 说实话 我也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差的人选 所以他个子也不是特别高 而且他有这个体操基础 所以说在这片子里面 他其实也是能打能翻的 而且他也能唱能跳 他拍了一个片子是 Alton John的那个片子 对 火箭人 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在这方面 也可以接过Hugh Jackman狼叔的火炬 也并不是说一个特别差的 这么一个人选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这个东西最终真要发生的话 必然是在幕后的 所以说不知道这种 自己给自己加戏这种做法 人家倒是不是喜欢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好用过 OK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的节目订阅 点赞 打分 留言 更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 分享在朋友圈 微信群 微博上面 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 那我们所有的节目 都可以在国内外 各大播客平台上面 可以搜索得到 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对于我们的节目 或者讨论的影视作品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话题讨论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 跟我们留言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话说电影 从中可以取得 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 来我们的群里 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 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 第251期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卓子 我是老张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